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进党协商安置 民进党不要抹黑 民进党解决理智 对于约编户制度 这个即将执政的民进党 如何处理约编户制度 如何处理这个非典编户的问题 我们也要民进党正式的回复我们 活动受费员抗争了一年多 年资这个主要诉求 一直都不面对 民进党要怎么来处理 这个正在被约编户制度 迫害的受害者们 这从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开始做的 而他的一个手段 这聘雇的手段是什么 透过大量使用约编户 临时人员的方式 让原来其实具有持续性 延续性的工作 用非法的方式大家可以去看 约雇人员 聘用人员 这些有条文里面很清楚写的 他是要用临时性 季节性 随机性的 这种人员他才可以去用 所谓的约雇 约用 约聘才能够雇用 但在民进党政府执政的时候 他为了要让自己阉割自己的政府职能 把他的雇用人力慢慢的弹性化 去大量的聘雇这种约聘雇 临时人员的方式 去让这些人随时给家门走路 而民进党不去面对这样的历史罪行 去来面对不合理的雇用制度 不合理的政府职能缩减的方案 他现在怎么对待我们呢 安置民单 你再说拿不到 一年多来你再说拿不到 我们准备好了 所以希望民进党能够堂堂正正的 来跟收费员开协商 民进党也在媒体上说 他要跟我们协商 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一个人接到他的电话 民进党甚至说 国道收费员制就会 阻挡收费员去工作 我们要正式讲 我们非常鼓励收费员去工作 如果民进党开出这样一个职缺 我们鼓励收费员们就去工作 关于这个媒和安置的部分 我们会一直的再进行处理 那第二点就是说 关于年支跟月聘雇的制度 我们也会愿意来进行一个全盘 一个通盘的检讨 那其实我们上次也跟杨主任 讲得很清楚了 安置要来协商 年支问题没有看到具体的回应 那你刚刚这样回答 其实跟我们常常去的国民党 好像没什么两样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 其实这就是我们目前 在做一个方针上的一个表态 那当然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的大 我们没有办法立刻在现在这个场合 就能够给您做一个明确的一个回应 你们从去年11月19号选举之后 九合一大选之后 然后蔡小英在12月20号 承诺说要全民进党执政县市 全力来协助安置收费员 是不是 然后到我们今年10月19号去民进党的全代会 去表达诉求要询问小英到底她做了什么安置 在这个10个月的时间里 你们民进党到底有没有跟我们任何一个人接触过 说你们要协助我们安置 希望我们提供名单 希望我们提供名单 有没有做这件事 有吗 请你回答 有吗 请你回答 有没有 在收费员这边所公布的资料 也有一个很明确的数据 就是说我们在云林的确是有成功的个案 那我相信这样数据的话 大家要提到我们 但并不是在我们的职业公布的事情 他自己也是在讲 他自己也是在讲 这一个事情 如果你要来讲 那我们就好好讲 是云林县政府跟收费员说有这个职缺 所以才邀我们去的吗 不是 是我们收费员自己 透过讯息给云林县政府要求的 什么时候 这十个月内有要过安置名单 否则不能安置 请你回答 我们这边还是一直要重申 我们是非常 你不要跟国民党一样 你不要跟国民党一样 还没当官就放官腔 什么时候 十个月内有要过安置名单 不给安置名单 就是安置会有问题 什么时候 请回答 这个部分我们的确是有在跟制约会这边搜索名单 否则的话 什么事 关于我们的同仁在脸书上有一个比较情绪性的发言 那导致让大家感到非常的那个愤慨 那这的确是我们在处理上的一个疏失 那同样的我们并不是真的是跟他字面上意思一样 的确是因为在运动的过程中 当然两方难免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 那让我们这个同仁做了这个诉求 在此我也代表社运部跟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 这的确是我们 我认为 我认为这样道歉基本上没有太大意义 你必须要回应你们社运部 就作为社运部的单位去发稿了 非常遗憾 我们国道社运事就会扭曲事实 这是第一个你刚刚没有办法回应我们的 我们要你们自己回去想清楚 这是第一个疑义 第二个你刚才讲你们的information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我们也到现在你也没有跟我讲 你information从哪里来的 你刚才讲的协商的information 我们到现在我们也搞不清楚 你讲的月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月聘库跟林志的部分 我们会愿意进行一个通盘的检讨 但是您也知道就是这个检讨 我们不可能现在就立刻给你一个明确的答路 就是说这是最后这是错误干嘛 因为这实际上是牵涉到非常复杂的法律的修改问题 那也涉及到国家的产生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种事情 与其就是先给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回答 倒不如如果是真的愿意去做这个通盘检讨的话 那是它实际上是需要时间的